台北市搜狗百货天母店19号晚上突然宣告提早打烊 原来是接货卫生局通知确诊者足迹曾到过店内 所以必须进行清洁消毒 也会在20号修管一天准备闭馆清销21号回复正常营业 同样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也传出有确诊者足迹 公告20号停业修管 消息一出后有网友表示 昨天才去过但大多数的人更希望知道 确诊者足迹造访确切的时间还有楼层 梅丽华影城大直电同样爆出确诊者足迹 凌晨也在粉丝专页上贴出暂停营业公告 写到配合政府防疫进行全面清销工作 9月20号全日暂停营业 好不容易疫情逐渐趋缓 现在又接连爆出确诊者足迹造访百货公司 许多民众担心中秋廉假后恐怕会再掀起一搏一切